我们来看一下12A这个附录里面在谈的是什么 大家刚刚谈到的就是我们说的 你要编合并报表 那合并报表理论上是两家公司的资料相加 相同科目相加没错 但是呢有些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 就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那我们要把它先做冲销 要不然就会让我的什么 损益的结果啦 或者是资产负债表也会产生失增的现象 那课本上举了一个 就是谈到的它的合并的问题 请你看一下呢 看一下在我们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618页 好 618页呢 它先讲说 假设这个2017年的1月2号 那P公司呢 它负了115万的英镑的现金去取得 100%S公司的股权 好 然后呢 这个P公司呢 对于这个投资呢 它是按照它的成本入账 好 那这下面这个表 12A之1呢 就是呈现出来呢 在合并当天 这两家公司的资料 然后呢 在合并当天 它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会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可以看一下呢 两家公司 好 因为这是合并第一天 所以两家公司之间 还没有内部交易发生 只有母公司 P公司投资子公司 这个交易发生而已 那你可以看呢 这个P公司呢 它原来的 Plan and Equipment 有32万5千 那S公司有14万5千 合并起来就47万 那这两个资料呢 可以直接相加 但是接下来你看呢 投资S公司 他负了15万的英镑 但是合并报表里面 这15万的英镑 就不会出现在 它的合并报表里面的 非流动资产的科目 为什么 待会我们去解释 那你可以看呢 这个资产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原来P公司呢 一开始投资了之后 它是不是有投资子公司 这个科目 在它原来的账上 所以你可以看呢 在右手边 P公司原来的账策里面 它有个investment S公司 好15万 但是你看右手边的合并 好 合并之后呢 它的这个 这个投资S公司呢 为0 所以合并报表上面的 这个投资子公司 就会不见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 其他科目是相加 因为我说了 两家公司在合并当天呢 它除了母公司投资子公司之外 没有其他的交易发生 那这一天我如果立即编合并报表的话 合并报表上面 不会有母公司原来账上所承认的S公司 这是第一个要留意 那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负债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两家公司 没有什么债权债务税也直接相加 但是你看equity的部分 equity呢 在我合并之后的equity 只会出现母公司的equity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资产负债表 它的是平衡的 在我的资产里面 没有承认investment in S 在我的权益里面 代方的权益里面 没有子公司的权益科目的金额在里面 好 所以这两个 借资产负债表会是平衡的 那原因在哪里呢 也就是说在我编合并的时候 我会把子公司的权益科目 跟母公司的投资科目完全对冲 而且因为母公司是100%持有子公司 然后投资的时候 他所投资的金额就刚好等于子公司的账上金额 所以两个对冲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12A-2 这个是一个工作底稿 也就是说我们在编合并报表呢 我们会把两家公司的合并前的报表先放在这个左边 然后再来中间会有一个冲销调整分路 然后再把合并之后的结果放在右手边 这个叫做合并的工作底稿 那你可以看呢在我的工作底稿里面 因为我就把什么 代记投资 然后借记子公司的权益科目 所以你看子公司的权益科目有 有Share Ordinary 10万 然后有Retained Earning 5万 好 所以加起来就15万 那母公司刚好投资15万去取得子公司的百分之百的股权 所以当他做的冲销调整分路 就是借子公司的Ordinary Shares 借子公司的Retained Earning 好一个5万一个7万5千 代记Investment S 15万就把它冲掉了 所以我们的12A-2 就是我的什么Worship工作底稿 这工作底稿你是不是可以发现 它的什么Elimination 就是冲销调整分路 在我的CR就是我的代方 有一个投资子公司的科目写在代方的金额 然后借方是我的什么Ordinary Shares 好 这个Share Capital Ordinary 那是X公司的 那Retained Earning也是X公司的 就把它冲掉了 所以合并的资产负债表 不会有投资子公司的科目 投资合并的资产负债表 权益只剩下母公司的权益 好这是合并报表呢 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这你要记得 那当然后面有告诉你 这个时候我投资的成本 等于我取的股权的账面金额 但是如果我投资的金额是高于我的成本 这个投资子公司的账面金额呢 好那我们先假设它比较单纯是 子公司的账面金额等于公盈价值 而是什么 而是因为它有所谓的商欲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冲销调整分路的时候 我就会产生一个 好看一下呢 在620页 好当我投资的金额 所支出的金额是165,000 而我取得它股权的金额就是5万 所以多出15,000 当我在做冲销调整分路的时候 我就会产生一个620页的 12A-3的工作底稿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SS of cost over bull value of subsidiary 投资成本超过子公司的账面金额 15,000 那这超过的部分就要看 子公司的账面金额跟公盈价值有没有相当 如果不同可能回去做摊销 好这个后来 未来我们在做讲那个高块里面 就是在谈这个问题 好那你可以看合并之后 一样合并资产负债表里面的权益 只会剩下母公司的权益 所以12A-3跟12A-2 只差在哪里 只差在因为投资成本高于账面金额 所以我会产生一个什么 超过取得股权账面金额的15,000 在我的合并报表上面 好但是不影响 合并之后 母公司的投资子公司的科目就不存在了 然后呢合并之后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权益 只剩下母公司的权益 好所以你可以对照一下 在12A-2跟12A-3 只差在哪里呢 只差在在合并之后 我多了一个15,000的 或者叫做超额投入好了 好暂时用这个名称 那当然我投资的钱 投资金额可能高于账面金额 有可能低于账面金额 好那如果低于账面金额 而子公司的账面金额 这个资产负债的账面金额 等于公寓价值的话 那我投资成本比较低 低于这个低于他的账面金额的部分 我们会产生廉价收购利益 好这个工坏里头会去谈这个事情 那课本上面并没有去谈 如果你的投资成本是低于他的公寓 低于他的账面金额的 课本上面的620页只讲到 我的成本是高于账面金额 好那我就会产生一个超面 超这个超过取得股权账面金额 好的一个过渡性的科目 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科目 因为合并报表里头 我一定要出现的是 你超过成本的 成本超过取得股权账面金额的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好如果子公司的账面金额 跟公寓价值一样的时候 那我超过唯一的原因就是什么 商欲 就是商欲 好这个时候我们记得 再讲无形资产的时候提过了 商欲一定是合并而产生的 回忆一下我们再讲无形资产的时候 我们有提过goodwill这个科目 这个科目什么情况才会发生 当两家公司合并才会发生 才会有产生商欲 好那这个商欲就是因为 当投资者所付的成本 超过取得可变被投资公司 可辨识净资产的公寓价值 好如果大家有点忘记的话 请你回去翻一下 我们再讲无形资产的时候 有特别提过商欲这个东西 商欲是合并而产生的 两家公司合并而产生的 好这是620页 他只是没有先去没有去往下去解释 这个成本超过取得股权账面金额的 15000的原因是在哪里 因为他只是告诉你说 他这边只是要传达一个意念 好这一个意念是 第一个 因为这个意念之下呢 他主要传达是 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权益 只会有母公司的权益 那因为只会有母公司的权益 所以那子公司的权益跑去哪里呢 因为他跟母公司原来 投资子公司的科目对冲掉了 好所以其实 overall来讲结论 合并资产 当然两家公司要编合并 合并的结果 在我的权益科目底下 只会剩下母公司的权益 那你会问 子公司的权益跑去哪里了 因为子公司的权益 跟母公司的投资子公司的科目 对冲掉了 就冲掉了 所以12A-2 他是不是有把 投资子公司的15万 跟子公司的股本5万 保留盈余7万5千对冲 好 12A-3 一样投资的金额 投资子公司是6万5千 那我除了冲掉子公司的权益科目 7万的保留盈余 5万的股本之外 那我是15万 冲掉这个15万 所以我还有15000 就会出现在12A-3 出现的什么 超过 投资成本超过取得股权账面金额 15000就出现在那里 我只是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个科目 摆在这里 但是我说了 在你的合并报表上面 不会这样子一个科目在那里 因为你一定要去分析 一定要反映出或说明 这个15000 为什么会多出15000 好 为什么会多出这15000 好 这是高块里头会往下去弹的 好 所以这就是先高 所以这里呢 就稍微提一下这样的概念就好了 好 这是第12章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呃 因为这个其实合并呢 呃 只是把它传导一些概念而已 好 所以我们就 呃 好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例子 好了 从13 12-3 到12-4 看一下呢 631页 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例子带过去 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合并到底在做什么 好 631页呢 他说 2017年的1月1号 好 6公司呢 他取得100%欧公司的股权 用22万 好 in cash 用现金哦 所以呢 好 后面看他的资料了 他说呢 这个 呃 我们要编他的一个报表 就是 他的整合性的报表如下面 好 那这两家公司呢 在他合并之后 好 立即出现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那第一个呢 我们去编 合并当时后的工作底稿 好 合并的工作底稿 所以这个例子 我要编他的合并工作底稿呢 就像我们前面所写的 十二支 哎 看一下好 我的投资的22万 那看一下呢 他的金额 也取得100% 然后呢 子公司的股东权益的金额有多少 好 看一下 在我们的631页 股东权益 股本加保留盈利是什么 22万 好 所以他花22万取得他100%的股权 所以完全一样 所以你的工作底稿呢 好 呃 为了我不要写那么长 所以我只写他的冲销调整分路 那你把它腾到你的工作底稿就好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的工作底稿 是借他的share capital 好 这是ordinary 好 那金额是多少呢 子公司原来的8万 保留盈利 保留盈利 Retain Earning 14万 那母公司帐上是不是有的investment in L公司22万 所以呢 你只要把我的这个冲销调整分路把它盆到像proven 哎不是proven 我们的课本上面的那个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的那个事例12A-2 那个工作底稿 把它写在他的冲销调整分路的栏位 只是他不用你写科目了 因为他的左边已经有科目了 你就把金额腾上去就好了 好 那你就完成了他什么 他的合并的工作底稿 那再来看一下呢 12-44 好他只告诉你说什么 这改变了一个什么 他说呢两家公司的资料 好跟12-13一样 只是什么 他付22万的 22万5000 也就是说呢 他只是投资的金额不是22万 而是子母公司帐上有投资L公司的金额是22万5000 但是子公司的权益科目也只有22万而已 好 那多出来这5000 如果从12A-3来看 他是不是一个什么 一个SS cost 就是SS of cost over 那个什么 他的boot value 好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给 我说这个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科目 到底这是为什么产生 他投资的金额会超过 超过他的账面金额呢 好看一下这个例子里面 他说呢 好他呢这个 他付了22万5000 好 然后再取得当天他的资产 L公司的资产 他的流动资产是55000 然后呢 投资S公 这是投资L O公司 对不起 是L公司投资O公司 是我写错了 L公司投资O公司 好 这个是他的投资公司 被投资公司 被投资公司是ONE O N O 好 这是他投资的公司的名称 好 那说呢投资20万5000 然后他的Plan Assess Plan and Equipment 是30万 好 那一样我们要去做他的什么 合并的工作底稿 好 一样做他合并的工作底稿 那我们看一下他付了 这个22万5000 然后再取得当天合并的工作底稿 合并当天呢 L公司的这个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对不对 投资L公司 然后他的Plan Assess 好 其实他这里没有去解释 为什么他投资的金额超过 超过他取得可并是净资产的金额 他没有讲 所以他的Plan Assess 一样30万 然后他的什么 他的这个流动资产 对不起 只是把他的流动资产 从6万改为5万5000 因为多付了5000 所以他其他的金额都完全一样 那所以他合并的时候呢 因为子公司他一样股 那个股东权益的部分 权益的部分才是只有什么 20 22万而已 所以我们就写 就是我一个什么 For all公司好了 好 也就是我取得 我的投资成本 超过 欧公司的Bull Value 就跟课本的12A-3的工作底稿 出现的过度性的科目是一样的 我说的这是个过度性科目而已 因为课本上面呢 他并没有去跟我们讲说 他为什么投资的金额会超过 他的账面金额 他没有讲 没有讲我们就没有办法 把他界定这个超过的原因是什么 好 如果他的账面金额等于公允价值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这个科目最后的结果 如果是这个样子 像课本 像我们这样讲说 如果的投资成本是超过 欧公司的公允价值 可辨识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话 如果是超过这一个 我们就会把它写成什么 好 商与 好 那因为课本上面没有交代 为什么会多出这5000块 然后因为他也没有跟我们讲 他的账面金额等于公允价值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界定 他是一个商与 所以我们用这个科目来过度 好 所以如果你去看答案的话 应该是跟我写的是一样的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exercise 12至13跟14 好 所举的例子 好 这是合并 其实这个例子也很简单 只是告诉你 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 这是最基本的 请你要记得两家公司合并 当母公司持有这个 会有叫母公司叫子公司 基本上一定什么 母公司 这个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的股权 超过50%以上 他就拥有控制力 好 那当然不见得说你超过50%以上 一定有控制力 什么情况之下 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的股权超过50% 甚至百分之百 可是他没有控制力 什么情况之下会是这样 对啊 子公司的股权都被母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了 但是母公司对子公司没有控制力 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到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政治介入 政治介入 好 政治介入 有一点点像 是这样 是这样 可是又不太 这个政治介入的时候是被动 有时是主动 我们现在这个说 他的应该是说司法介入 主动司法 这个主动司法介入 所以主动是公司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 公司为什么主动要做这件事情 当公司重整的时候 公司要重整去跟谁申请 不是跟经纪部 是跟法院 所以当公司他要重整的时候去跟法院申请 那法院是属于司法 所以他叫不叫政治 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觉得应该叫做司法介入 而且是公司主动要求司法介入 为什么公司会主动要求司法介入 你不要说 因为前一阵子不是什么 鸿海的采购吗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有发生那个收费的情形 不是政府官员会收费而已 公司的这个采购人员 也是有收费的情形 所以呢这个 前一阵子也闹出蛮大的吧 这个鸿海就请司法部门介入去调查这件事情 但是他去调查这件事情啊 那鸿海有没有让那个司法部门法院去接管 没有啊 所以他只是叫调查这件事情 但是并没有影响鸿海本身的主那个自主权 好所以但是呢 当公司去法院申请重整 那申请重整的时候呢 法院接受之后呢 他会主动他自己会找一个重整人 好或者重整管理人员来 这个审视一下这家公司有没有重整的可能 好意思说他如果已经病入高荒 那就算了吧 重整也无效 好 那如果觉得这个公司呢 还可以这个拯救的起来还可以救 好所以他就会什么 他就会指派一个重整人 来管理这家公司的所有的 包括他的负债 包括他的经营策略 可能他都会什么 都会直接涉入 这个时候我拥有他百分之百的股权 我也不能说话了 好 因为我也不能主张任何经营决策的一个摄入 好 这是当公司呢 已经进入重整阶段的话 那某公司他就没有影响力了 好这是举一种情节嘛 好 那这是我们谈的第十二章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要进入第十三章了 好 第十三章是我们四大报表里面 最后一个奖的报表 我们一开始讲那个会计的时候 我们就讲会计有四大报表 我们第一章也告诉你四大报表之间的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所以四大报表其实在我们谈 应该是买卖业或者是讲账务处理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会计循环结束 如果记得我们当时有让大家写一个作业 我们是不是请你写他的损益表 写他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只是没让你写他的什么 权益变动表或保留盈余表 因为他没有那么复杂 那我们的保留盈余表或权益变动表 其实在我们前面在讲公司会计的时候 第十一章吧 就已经有谈过了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权益表 权益变动表或者叫保留盈余表 其实在前面在一开始讲完账 讲账务处理的时候都已经有带过了 只是比较完整一点的是在前面第十一章 应该讲公司的会计处理的时候去提到 但是从前面一直到第十二章之前 我们都没有去谈现金流量表 那四大报表为什么独缺现金流量表呢 好 因为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它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采取现金基础 什么叫现金基础 回忆一下 我们在讲第三章调整的时候 有谈过 我们的会计处理叫做应计基础 accurate basis 什么叫做应计基础 应该 比如说好了 我应该产生的权力可以给人家收钱的 我就承认收入 但是我借记应收 我该付钱 我还没有付 我应该承认费用 代记应付 这个叫做应计基础 那现金基础是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收到钱 我都不承认收入 我没有付钱 都不承认费用 这个叫做现金基础 那因为我们前面都谈的是 它是应计基础 所以在这个应计基础之下 我们会做很多的会计记录 会计处理 所以我们讲到最后才会去谈现金基础 因为免得大家混淆了 我到底要怎么做 好 到底我们的会计处理是什么 所以前面先一概的建立起 我们的会计处理就是应计基础 然后到最后 好 四大报表 最后一个报表 我们一定要什么 做一个完整的交代 这个时候我们才来谈现金流量表 所以现金流量表呢 就是指这个依现金的角度 来编制的报表 叫做现金流量表 好 最后一排的同学睡得太好了吧 好 可以稍微摇一下呢 好 我们现在要谈第四个报表 因为很重要 告诉你考试的时候 这个绝对会考 好 那为什么绝对一定会考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报表 那一家公司呢 我们说一家公司 但你赚多少钱很重要 没错 但是如果你赚的钱都收不到 收不回来 你看这个赚也是一种什么 假象的赚 所以一家公司呢 你说他很赚钱 他很有可能发生周转不领 周转不领就是短期资金 嘎不过来啊 好 那很多周转不领而倒闭的公司啊 所以不是一家公司很赚钱 他这家公司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在公司里面的财务部门 为什么很重要 财务部门就是管钱啊 资金管调度啊 如果我的钱有一笔钱到期了 要付钱要还钱 我没有钱可以还 那我又没办法再短时间去借到钱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就会周转不领了 好 那你周转不领 如果债务 债权人呢 马上去法院里 申请强制执行 那你就只能让他倒闭了 好 所以周转不领这件事情 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不是管一家公司赚不赚钱 就好了 很重要 我更要更要知道是 他有多少钱可以用 他有多少钱可以用 好 所以现金 其实是 我们常常讲 现金为王 没有钱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什么话也不用讲了 因为你都 没有 没有这个 任何可以做的事情的空间啊 所以现金就很重要 那我们说呢 一个公司很赚钱 损益表的结果 不代表他现金有那么多 我一再强调 损益表是站在印记基础 所以大家记得吗 我们在讲保留盈余的时候 公司损益的结果转到保留盈余 保留盈余 保留盈余如果有做什么 以止波 我并不代表的说 我有一笔钱摆在那边 比如说我要厂债准备 我有一个以止波保留盈余 是拿来厂债准备 那到时候我不是拿这个厂债 以止波保了盈余的厂债准备 去还我的负债啊 因为什么 我说这个以厂债准备 只是暂时冻结住盈余分配 它并没有真正代表 有一笔钱在那边啊 好 所以保留盈余 并不代表公司 真的有多出那么多钱出来 那损盈余结果 转到保留盈余 所以损盈结果 我说我赚了三千万 不代表 我真的现金增加了三千万 所以我要去查 我要去了解是 那到底这家公司 一直都说它赚钱 好 它每一年都赚钱 三千万五千万一亿的 为什么它的现金 永远一直都是只有几百万而已 台积电很有很多现金 几千亿的现金 所以台积电它可以什么 可以放放现金鼓励 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它手上很多现金 满手现金 好 所以很多公司 它的盈余 那个美股盈余一直不好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谈 它就会想我要去减资 因为手上那么多现金 好 那那么多现金 我也没有其他好的投资 我也没有扩厂 没有干嘛 那我也没有债务要还 所以我就把我的 这个股权收回来一些 让我的股数减少 好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操作 不是操作了 就是很多的管理上面的空间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现金很重要 好 所以我们说 随意表的结果 不代表现金这么多 增加这么多 可是 一个公司 它要有很多的决策 或者很多的 这个 管理上面 或者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话 现金就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很重要 能决定你能不能这样做 所以当时候 前一阵子股市非常不好的时候 然后呢 大家就 金管会吧 好 就开始 这个 呼吁公司呢 就 发起库长股制度 就去实施库长股 就公司自己拿自己的钱去买 如果公司没有钱 它也没办法拿钱去买 它总不可能去借钱来买自己的股票嘛 好 它基本上不会这样做 所以它一定是 手上有多余的现金 然后就是做 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现金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说了 损益表的结果 不代表公司的现金 如果赚 不代表公司现金增加那么多 如果赔 也不代表公司的现金少这么多 那为什么呢 好 所以我们就要去探讨 好 为什么公司一直在赚 好 每年赚1亿 赚3000万 赚5000万 赚2亿 为什么我的现金一直都只有几百万 甚至几十万而已呢 所以我要去了解 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要去知道 我现金到底怎么来 用在什么地方 所以就是我们要编 现金流量表的目的 好 因为损益表的结果 不代表现金的增减 那我必须借由现金流量表去了解 我现金为什么增加 为什么减少 用在什么地方 好 那用在什么地方 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 你用在这个地方 对公司未来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在做 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现金流量表是一个很重要的报表 好 因为我们从现金流量表的内容里面 我们可以去判断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 或者是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 好 所以现金流量表是因为要弥补 损益表对现金报导的不完整 为什么不完整 因为损益表里面的收入 损益表里面的费用 不代表我的现金收到这么多钱 也不代表我现金付出去这么多钱 所以我借由现金流量表来反映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讲这么多 第一个再告诉你 为什么现金流量表很重要 现金流量表存在的价值就是在于判断 或者是去了解公司的现金的运用的情形 好 那照公司现金运用的情形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 我才能够有比较完整的判断 完整的资料可以判断 好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现金流量表 所以前面我先去讲 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现金流量表为什么很重要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 现金流量表怎么编制 既然我刚刚讲说现金流量表 我能够去做我的管理或投资的决策的话 那表示我现金流量表应该能够反映出某些事情出来 那我怎么去反映 就跟我的编表方式有关系 好 所以我们要去谈现金流量表的编表方式 好 也就是说现金流量表 我们就是把所有这个段期间 跟公司现金流进流出有关系的交易 汇总在这个报表里面 再说一次喔 现金流量表就是把这个公司在 这个会计期间 或者是报导期间 跟现金交易有关系的 金额或者是交易的内容 全部都汇总在这个报表上面 好 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跟现金交易有关系的很多啊 好 我买 我买设备要不要付钱 我处分掉我的投资 是不是可以收到钱 那我付薪水 是不是要付钱 好 我卖东西产生收入 如果买方付现金的 我是不会收到钱 好 那我借了钱 我是不是有产生现金流入 借来的钱我不要还 要啊 好 所以我要把所有跟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如果全部通通丢在一个报表里面 没有次序 没有它的逻辑 这个报表我看不出来 我要看怎么看呢 我怎么去判断说 他以前为什么公司上 账上的损益表一直都赚钱 而我的现金都一直只有几百万 我刚讲 每年都赚几千万几亿的 为什么我的现金都只有几百万 几十万而已 好 为什么是这样 那这样公司是有问题吗 所以我们要去 藉由现金流量表去了解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既然要跟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通通都集合在一个报表里面 所以这些交易我们就要分类 我们要去把我们的编表的时候 记得吗 我们说我们资产负债表 编资产编负债编权 就把科目是属于资产的放在一起 把负债的放在一起 把权益放在一起 我资产再去分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 好 负债也是一样 那我的损益表也是一样啊 好 我要知道公司 今年赚多少钱 可是 如果我只把所有的收入放在一起 所有的费用支出放在一起 我只要今年赚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赚 如果今天我损益结果是赚钱 为什么赚 而如果赔 为什么赔 我不知道 好 我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报表 其实在我们做管理 或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因为我不知道他 他为什么赚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赚 我就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继续赚 如果他现在赔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赔 那会不会今年赔了明年以后就不会赔 如果我报表里头看不出这个资讯出来 这个报表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编表 为什么一定要他的逻辑 因为从他的编表的内容里面 我可以找到我要知道的讯息 好 所以一样现金流量表也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编现金流量表 虽然是把这个公司 在这个报导期间 所有跟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通通汇总在这个报表里面 那我要根据他的性质 为什么产生这个现金的进出 来分类 所以我的现金流量表 编表的时候 我要分成三个item 三个大项 一个是什么 operating activity 营业活动 好 投资活动 融资活动 好 我们现在国际会计准则呢 有人把它翻译成筹资活动 好 在中文有时候 它叫做筹资 好 但是跟我们讲的融资其实是类似的 好 那我们叫financing activity investing activity 跟operating activity 这三类 好 那我们现在解释了 既然所有的交易 跟现金有关系的 我都要把它分成这三类 那我要先去分类 哪一类交易算哪一种 哪一个交易算哪一种 所以基本上我会先从 这两个开始谈起 因为这两个比较容易去界定 这个交易的发生 只要你确定它不是investing 不是financing 它就是这个 好 因为这两个分类它是很明确的 只要不是属于investing 不是属于financing 它就是operating activity 好 第一个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investing 好 我们前面才第12章讲过investing 只要你是投资 债券投资股票 你是投资 Hail for collection 你持有的债券是持有到 它的到期日 或者是我是什么 长期股票的投资 长期的 就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只要叫做投资 毫无疑问 当然是investing 所以第12章所讲的 这些交易的内容 都算是这个 但是除了第12章所讲的 其他呢 还有没有其他呢 有哦 比如说 我买机器设备 你为什么要买机器设备 买了我才可以生产嘛 生产出来的产品我才可以卖嘛 卖了我才可以有收入嘛 才会赚钱嘛 所以这些都算是 investing activity 所以我买房屋 买设备 买设备 买机器设备 买运输设备 买身材器具 都算是我的investing 但是我买 当然是什么 理论上 如果你还没 没有说你设账就是付钱 所以你买 会造成investing activity的 现金流出 那我当然会卖啊 我买进来的 如果这个设备 觉得太 现在不好用了 我要把它卖掉 出售 我的 这些投资的项目 如果出售 就会产生我的什么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 所以我们就要去界定的是 哪一个东西 哪一个标的算什么 所以我只要买的是 第12章的 我取的或出售 第12章的分类的 当然是investing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买厂房 买机器设备 买运输设备 买身材设备 都算是投资活动 好 所以从这样解释里面 你是可以了解到 投资活动 我们从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就可以判断 非流动资产 它一定是投资 你想想看我们 非流动资产里面 分类 长期投资 算是非流动资产 不动产厂房及设备 property plan and equipment 是属于非流动 对不对 然后我的intangible assets 无形资产 都算是非流动资产 所以非流动资产 都算是investing activity 非流动资产的科目的真减 都算是投资活动 但是除了非流动之外 我流动资产也有 我们是不是讲 trading investment trading security 我们是不是要前面才刚带大家看过 我有trading non-trading 交易目的非交易目的 但是交易目的 它一定是什么 current assets 流动资产 那我刚刚已经讲 第12章 所有的investment 都是investing activity 因此我的流动资产里面 有trading 我的trading 或者是non-trading 都算是投资活动 因为只要它叫做investment 都算是投资活动 所以我说非流动资产 全部都算是投资 它的金额会发生变动 为什么会发生变动 假设我的资产增加了 比如说我的厂房 土地增加了 我付钱去买 所以我的是不是investing的金额 就会增加 投资增加 那就是我的什么 我的现金流出 我付钱出去了 好 那除了non-current assets之外 我如果还有什么 我的trading security 是放在current assets 或者是non-trading security 放在current assets 都算是投资活动 好 所以从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们去找出它的变动 好 其实这边我们要跳过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要编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需要哪些的材料 我们要编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是从我们账策里面的分类账来的 我的分类账里面说 我的消货收入有多少 我的进货金额有多少 或者是我用永续盘存置的消货成本有多少 我把这个总分类账 分类账的金额直接编到报表里面去 我就可以编出我的损益表 对吧 好 所以我的资产负债表 那个损益表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从我的分类账来的 总分类账来的 从我的账策来的 但是我编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我不去看我的分类账 我不去看我的账策 我现金流量表的编表的时候 是从三个报表来的 我是从报表里面去找到资料的 所以我编现金流量表 需要三个报表加上一些补充资料 三个报表哪三个 期初期末的资产负债表 就两个了 期初资产负债表 期末资产负债表 还有当期的损益表 我借由这三个报表 来编我的现金流量表 好 那当然 有些东西可能你要补充 我可能才会更清楚 他的交易的内容 好 所以这三个报表 我们先从资产负债表里面去判断 资产 为什么要期初跟期末 因为期初跟期末 中间如果不一样 很有可能 是因为当年度 你做了买或卖而产生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要期初期末的资料去做比较 来判断我的金额的增减 然后再来找到我的损益表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变化是因为买卖 还是什么原因而产生的 所以我必须有三个报表 所以我们先从 因为我需要这三个报表 然后呢 其实从资产负债表的期末跟期初中间的差 来找出这变化的原因 那跟现金有没有关系 如果跟现金有关系 就编进来 好 那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们就去判断 只要是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的变动 期初跟期末不一样 它就是什么 属于投资活动 只是它又要变到现金流浪表 你要看它变动的原因 跟现金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就编进来 如果跟现金没关系 那当然就不用编 不用放在我的现金流浪表里面 好 那除了非流动资产之外 还有我们刚刚讲说流动资产 如果有trading或non-trading的investment 都也算是投资活动 好 那我们的financing呢 什么是我的所谓的筹资活动呢 筹资活动 你想想看我们筹资活动 一个公司需要资金的时候 筹资 就是它的钱从哪里来嘛 它筹资的时候是不是两个来源 一个是借钱 好 一个是发行股票 来跟股东筹资 所以它的筹资活动 主要是来自什么 它的liability 跟它的equity 发生变动 它的liability通常会发生 最长的是non-current liability 非流动的 比如说 我呢 写反的 non-current liability 好 比如说我发行公司债 它就是长期 我跟银行做抵押借款 也是长期 所以长期负债 都是financing 长期负债的增减 都是跟筹资活动有关系 那只有跟长期负债吗 我可能有些什么 短期负债 短期负债 只要呢 只要它是告诉你是什么 它是个loan 只要它是个借款 short-turn loan 短期借款 它是告诉你说什么 短期借款 当然这样已经告诉你是一个借款 它当然是什么 financing 好 所以流动负债里面 如果它有载名了 或说清楚 它是一个什么 短期借款 short-turn loan 那当然它就是什么 financing 要不然的话 我的流动负债 都不是financing activity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非流动负债 跟equity 都是什么 筹资活动 那我的流动负债里面 如果短期借款 但也是算投资活动 如果我的短期负债 流动负债里面 没有short-turn loan的话 它都是什么 都不能算是financing 好 除了这两类 我刚刚讲了 为什么 我会先把这两类的活动 先明确出来 先确认出来 因为只要不是属于投资 只要不是属于融资 或投资 通通都算是 营业活动 所以从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可以发现 我的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的变动 都跟营业活动有关系 这样清楚吗 我刚刚说 我们从报表的内容来区分 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非流动资产一定是 跟投资活动有关系 那我的流动资产里面 如果有trading或non-trading的投资 当然它已经叫做investing 它刚才跟投资活动有关系 所以流动资产里面 除了我的trading non-trading的投资之外 其他的变动都跟营业活动有关系 那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长期负债 跟我权益金额的变动 都跟我的筹资活动有关系 跟我的financial有关系 我的流动负债里面 如果有短期的借款 除了这个之外 那也要告诉你是 短期借款 它当然是跟融资有关系 筹资活动有关系 除此之外 我的流动负债 都算是跟营业活动 有关系 好 所以我先把它区分出来 我先告诉你 第一个概念 我的编制现金流量表 它是什么 站在现金基础 跟我的损益表 站在印记基础是不同的 第二个 我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需要三个报表 加上一些补充资料来的 所以它跟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从总分类账 分类账来的 不一样 它是从现成的资料里头 再来编 好 然后再来告诉你说 我需要三个报表 资产负债表里面 先去判断 属于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资产的变动 只要跟现金有关系 我就编在现金流量表的 投资活动 好 那当然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里面 如果有投资科目 也跟投资活动有关系 那我的长期负债 跟权益科目的变动 也都跟financing有关系 那除了这个 非流动负债 跟权益科目之外 如果我的流动负债里面 有短期借款 也跟什么 financing有关系 除此之外的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都算是跟营业活动有关系 不认为 就没音乐